单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我们有很多独家的好康网络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听说你跟你爸爸也做过副业啊 有啊我们从小就是那个 这个我基本上我小时候要把鸡 喂饱了我才能够上课 养鸡啊 养鸡 养鸡那养鸡的过程我学到很多 好难想象你养鸡的画面 对啊 我那个鸡 我跟你讲我不是书上写 我们那个我举一个实际例子 这个我爸爸 以前我们的国小课本 有一本这个作者就想到 有一个这个鸡呢 这个孵了一群蛋 结果出生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 长得跟其他小鸡不一样 一看原来是鸭 是鸭 我爸就说你可以看 这个老师就没有经验 鸡是二十一天出生 鸭要二十八天 那怎么可能二十一天 鸭会同时出来 因为写书的老师 没有这个食物经验 就会想着 我小时候是 而且我们一个概念 因为买飼料贵 所以我们爸爸是什么 进口玉 黄豆玉米 然后基本上呢 你光吃黄豆营养不够 你知道我们去买人家 那个像成功过来扑的 那个鲨鱼 骨头晒干之后 去把它碾成鱼粉 有没有营养 有了 你看我们的玉米 再加骨粉 我要负责去菜市场 把菜叶捡回来吃素 所以要把整个混合起来养鸡 都要去捡菜叶子 所以这些过程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历练 如果重新再来 没有一个小孩子 坦白讲没事去搞这种吃苦 那是一个大环境 所以有人讲讲 有钱难买少年穷 我满感谢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是 透过我这个补充 陈老师的这个画面 大家不能只羡慕他这一百张两百张 你一定要回到他前面的那第一张 都羡慕说怎么那么有钱 可以超盘买这么多股票 其实真的都是一张一张 这个钱存下来 省下来 然后来做正确的投资 很多人投资理财的目的就是 我要赶快存退休金 我要赶快退休 但你想过吗 退休之后你要干嘛呢 这个目标可能要先想清楚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 陈老师算是已经从 这个教职退休了吗 2019年退休之后 你在做什么 做什么 就每天睡到自然醒 以前教书六点半要起床 到学校去看找自习打扫 现在就是睡到自然醒 然后就家里附近公园走一走 吃个早餐 这么惬意 就人生嘛 其实人生就求两个字叫自由 再来就是写写书看看股票 大概就是这样子 中午就跑去 像我今天中午十二点跑去游泳 十二点人比较少 你每天都有游泳很好 运动需要 要不就要动 其实你还是很多 你还是有演讲 写书 其实退休生活比你在当老师的时候 更忙 也还好 就是比较自由我们可以规划 比如说早上有空就书多写一点 或者说不想写 这个我比较能够自由一点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的定义这个退休 我想陈老师可能跟大夫人这不太一样 你的退休是不再做那个被交代 或是你必须要做的工作 而是你很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情 就是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我当初想要退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样 因为我人生 你第一个二十五年 像我们想要当兵两年 读到寿司 所以说你人生第一个二十五年 大概就在读书 你人生第二个二十五年 你是在工作赚钱 对 我们是希望说把第三个二十五年留给自己 对 好 过更精彩的人生 你帮大家规划 如果靠这个被动收入好好来投资理财 你说其实四十五岁就有机会可以退休了 其实 这是可以累积到多少资产 其实投资就是靠复利 复利第一个重点就是纪律 再来就是你要得到一个稳定的报酬率 出生开始 而且我算六趴 其实像刚刚确老师来讲 其实你中美这样合并应该都还不到 不止 对啦 不止六趴这样子 所以说我今天讲说人生 人生要规划 要规划是很重要 像我自己在教书 我自己感触很深 就是我们小孩子读那么多书 到最后你还是要工作赚钱 可是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能读书 不是每一个小孩子工作都能够赚到钱 就算你赚到钱 你也很辛苦 所以说我在书里面就分享 就是我帮我小孩子存股票 从我小孩子出生 我就帮他存股票 其实我那时候没多少钱 我就赠予两年钱给他 然后就这样滚滚滚 然后他大学毕业了 我最近因为我要出书 因为我要出书 所以我最近帮他看了一下他户头里面 我记得我看是两千一百万 两千一百万 对啊 然后两千一百万 每年给他 那女儿年纪多大 1995的样子吧 95年出生了 那二十年过去 我们从小帮他种摇钱树 你看他长大大学毕业长大的 就算不会读书 最起码股票两千万 所以你的小孩都毕业就急退休了 不行啦 我还是 其实我女儿 他我还是我觉得教育 我叫他还是认真上班 其实他大学四年都在打工 生活费要治理 他毕业以后毕业后上班 他知道他户头有这么多钱吗 他知道 所以说教育要做好 其实那个也是我自己在管 你怎么跟他讲的 户头两千多万 你还要去打工 没有啊 其实小孩子就是你从小 让他做习惯就好了 像他大学毕业 也是很辛苦 他也是做饭店的 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 真的 每天早上五点 那有时候晚上六点多 也是很辛苦 这不容易 很多小孩就说 我这么多钱 我干嘛要去打工 十星赚那个一百多 钱还是在老爸这里 我还没投胎去 我们只是说 他不能动用 但是你帮小朋友 你这样子做 其实他人生会一个 会一个希望 所以说你从小帮他种摇钱树 等到他长大了 摇钱树也给他钱 出国帮他缴学贷 帮他缴房贷 这人生真的才是赢在七八点上 所以说也是我出这个书 最主要的用意 OK 也让自己扫单一点心 因为都已经扫 就帮他准备好了 对啦 还是需要 今年台股长这么凶 我们陈老师今天有带 对账单来看这个 我们最喜欢看别人的对账单 这个是我今年在买的 我今年二月跟三月 其实我粉丝团也有贴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买了中心 买一百张 一百张目前好像赚了 快三十万吧 二月买的 然后还有买那个台泥也有 台泥买二十张 也赚了快二十几了吧 还有买国票 华票吧 营建股也有 新富发 新富发买了两百万 然后还买预论车 预论车其实配息都还不错 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买的这些股票 主要是创造一些稳定的现金 你其实都买买稳健的 我目的还是创造稳定的现金流这样 那其他今年很夯的 什么钢铁人航海王这些 你会买这些股票 没有在低点上车你就不要上去被套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 所以说那些我就 有的航海王我去年有做过 我赚了就跑 我今年就不碰了 对 因为钢铁人中钢是很多人的这个 古早期数 也没有古早期数 这几年也是存股 大家还把它放在这存股的名单里头 我看过七十几块的中钢 标到现在这样子 你觉得中钢还可以当存股吗 存就不要了 你就还是有驾差转一转 我个人 因为这个毕竟景气循环股 景气循环股 你最怕买在它业绩好的时候 最怕 因为它后面如果反转 反转你又可以 后面留下又连续领 十几年的纪念品了 这样子 一不小心又买在最高峰 最旺的时候 就领纪念品 OK 纪念品也是不错 但一股就好 不用买那么多就有纪念品 好 我们今天谢谢来宾的分享 其实我们今天想来宾 某种程度在一个退休的状态 我们这边退休的店 应该是退而不休 你不为五斗米折腰 但是你是拿回人生的自由权 自主权决定权 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祝福大家可以创造 你属于自己 这个最最好的一个 被动收入的方式 早日迈向财富自由 拜拜